哈囉大家好,我是維恩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10月19日的改版更新簡介 沒錯,那我們就來看這次改版更新的什麼東西 新增內容預見先,明天開賣 這一次正常來正常的 那時空祕境11月4日 OK知道了 陣營水晶等級上限開放 從40集一口氣開放到68集是吧 那老實說其實蠻多 比起我自己有在認真拍試煉之塔那陣子 現在最近不曉得為什麼 試煉之塔的詢問度又上升了呢 為什麼呢?好奇怪喔 搞不懂 反正就是 雖然有蠻多人在問試煉之塔 但是 愛於我現在自身狀況 我實在是很難以去拍試煉之塔 所以 試煉之塔這系列我暫時只能割了 真的是拍不出來啊 沒有時間安排啊 那安排下去了 可能就是什麼五九靈魂瞎連發了 到時候就有人在下面問 拍這個有什麼參考性 我花錢誰都會 所以 拍不拍都很掙扎呢 拍不拍都很掙扎呢 那反正老實說 前面前面的幾關惡意實在是滿滿 而且 之前 之前隨著層數開放都會降低前面的難度 雖然 確切上是如何個降低法 我自己也不知道 但是他說有降低 但是最近 最近幾次改版有開放塔的上限 但是好像都沒有降低前面的難度 所以 不太懂莉莉是在想什麼 不太懂他們在想什麼 那這次開放到68級了 簡單來講就是一些數字要膨脹了 然後屬性的相克要更嚴重了 嘿對 大致上是這樣 就是值得關注的點 之前就有說過 那個屬性相克會不會克到說 就是那個減傷跟增傷會不會克到說 角色本身的 角色本身的克制會變得比較不明顯 反而是陣營的克制會更明顯 這個就要看了 因為像 像現在很多大法師是集中在自然之怒陣營的 集中在自然之怒陣營的 那變成說 銀河軍團的前排 你前排只要是銀河軍團 自然之怒克銀河軍團吧 我沒記錯吧 好啦 反正就是 現在自然之怒大法師一堆 假設他自然之怒克制的是銀河軍團 那變成說以後 以後只要前排是銀河軍團 或者是甚至講難聽一點 你只要是個銀河軍團 生存能力不足 你的扛法術能力不足 那基本上就沒有出場的戲份 為什麼 因為 自然之怒一堆大法師開場 就可以把你給崩了 你直接忍就沒了 對 所以可能會有這種 這種狀況我覺得會隨著 塔的上限 越開會越嚴重 就是那個趴傷增加的部分 我猜啦 然後 集市商店 11月1號更新 第五季 23號開啟 這一次開的萬王之塔 狼人塔 需要使用非泰坦英雄 之前有跟各位小小預告過了 我忘記在哪一部了 反正有講過這件事 這次狼人塔是要使用非泰坦英雄 相當搞事呢莉莉絲 相當搞事呢 那不過 其實他支援 他開泰坦時代之後 慢慢的平民英雄的支援 那些非泰坦英雄的支援 其實也放得很夠了 要隨便搞幾隻 紅的出來 也不是什麼困難事 比較困難的是二絕 比較困難的是二絕 對 二絕是比較難的問題 那個要刷碎片 誰他媽現在有體力去刷碎片 對 大致上就這樣 那 賽季塔 明航塔 那保障研究所 新的萬象球 那時候說要去研究 結果 上次說完之後都在忙 忙到現在也沒去看萬象球 到底加了些什麼 好啦 那到時候我們就一起看 加了些什麼東西吧 那 簡單來講就是S5 然後接著 火女狐狸 火女狐狸 我記得這一隻的評價是 如果沒記錯的話 星門神寵 這樣聽得懂了吧 星門神寵 對 基本上就是 在泰坦來講 以泰坦之間來講 沒啥路用的東西 比較沒有用 我們講話客氣點 比較沒有用 對 所以 這隻 可以跳過啦 可以跳過啦 那 我這是憑印象啦 我印象中火女狐狸 是星門神寵啦 所以 確切的 等他之後出來 我看有沒有機會 再拍一部片 講看看他到底是什麼 個星門神寵的狀況啊 那 基本上講說是星門神寵 大概就是打了一個 他可以打一個 對 非泰坦英雄來講很痛 對泰坦來講 抓癢的傷害的技能 那另外一個技能 可能又不是什麼 很優秀的技能 大概是這樣 我猜啦 那Bug的部分 Bug的部分 基本上 喔 對對對 哼 每次看到 每次看到台版的更新 都會覺得有點好笑 他這裡寫 修復山羊 其實跟幽冥數世襲的 寶物盤技能後 導致戰鬥異常的問題 這時候台版就會 山羊 幽冥 沒有啊 嘿對 山羊跟幽冥是萬象球的 好啦 反正就是有Bug會修啦 嗯 然後我 我昨天看的時候 我就看到一條很有意思的 修復神幼小路大招 騎天擠放英雄造成傷害 也會沉默的問題 喔 What 所以像艾雪拉那種 把自己隊友自殘的 也會 也會沉默他嗎 想來想去 可能也只有艾雪拉了 那其他 其他 其他技能 其他Bug好像也沒遇過 巨蟹守護在部分情況下 不能正確釋放 這個問題很嚴重 好啦 其實大部分 也是沒有開放什麼 太多新東西啦 就是 例行性的一個月啦 例行性的一個月啦 新590 新秘境 陣營水晶開放 陣營水晶開放 陣營水晶開放是新東西啦 那 新的塔 新的 新的那個 寶藏 大致上就是這樣啦 那那個 寶藏萬象球 我們等出來之後 再慢慢吐槽吧 對 除了第一個以外 其他的都是 鹹到一個沒力 好啦 大致上這樣啦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影片內容 喜歡的話都可以幫我按讚 按訂閱和分享 那有什麼意見或想要告訴我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我是維恩 我們下期影片再會囉 掰掰